你將面對的是一個超級戰士 強大的作戰能力 更多的探測系統 火力的破壞力也大大提高 在你面對它的時候 你是沒有任何勝算 比如說大家看過電影 穿著這麼重的機甲 它可以快速地奔跑 它還可以從外武格的後面伸出武器 比如說導彈或者是機關槍 並且用很強大的火力輸出 這就是典型的外武格的應用的場景 有一部分正在變成現實 準備好了咱們開始測試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 打造超級戰士的鋼筋鐵骨 外武格是超級戰士的一個核心裝備 簡單的意思就是一種可穿戴的機器人 來幫助人體去克服自己當前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在我格鬥過程中 由於我有很強壯的身體機能 那麼我可以迅速地壓制對方 使對方喪失這個格鬥能力 穿戴上它本身就有足夠的戰術震射力 遇到緊急情況 它把這個外武格快速一脫 它就可以脫身了 穿大概是10秒左右 我們在3秒以內就可以把它快速解削掉 穿上外武格以後 我背負這個無音機 然後我能控制它去摧毀這個10公里以外的坦克 一個坦克價值幾百萬美金 那我一個人可以對抗一個坦克 裝備外武格特種作戰編隊協同多套無人裝備 一個特種作戰班組可以抵抗對方一個裝甲連的攻擊 2035年我們應該能夠實現人體和裝備結合在一體 一種新的作戰模式能夠操縱更多的無人系統 作戰能力要相對於之前至少是倍增 挑戰不可能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始終在打破物理邊界 就相當於是我能做到的形態 超出你的常識 特別是在戰場過程中 它發現你具備相應打破物理邊界的條件的時候 當時是會產生心理震懾力是非常厲害的 做這件事目的是為我們國家掌握核心技術 掌握戰略衛生力 提供足夠的支撐 落後就要挨打 已經落在我們這個骨髓裡了 科技和裝備是絕對不能屬於他人的